河田团城是一个位于河田市城市中心区域的传统民俗街区,团城因从中心向四周发散,街向在周边环绕而得名。 在这里,你可以欣赏到小巧精致的木器和琳琅满目的铜器,感受到融在生活日常里的小确幸,例如黄昏的长巷里奔跑的孩童和熙熙攘攘的人群。 街边的建筑是非常典型的,带有天窗拱形的建筑,土褐色的砖瓦透露着传统的气息,也散发出和田地区特有的韵味。 当地居民擅长收拾自己的房子,无论是摆设还是细节处悬挂的字画,都让人感受艺术的魅力。 团城已经成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,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,当地居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 和田团城,作为具有传统民俗风貌的地区,有很多特色美食。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和田烤蛋,和田炖鸡,和田大饼,和田麻糖,灌汤包子,新疆凉面,新疆炒粉等。 这些美食不仅具有地方特色,而且味道也非常美味,深受游客的喜爱。 在和田团城,还有很多当地的小吃摊和餐馆,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,体验当地的饮食文化。 和田团城,地处城市中心区域,占平面积83公顷。 团城因中心发散,皆向周边环绕而得明,更体现了沙漠欲洲中人类与自然的协调。 是南疆最具典型的传统民俗街区之一。 和田市纳尔巴格街道,是典型的新疆南部传统民俗街区格局。 因中心发散,街向环绕,而得明团成。 以前这里的房子低矮破旧,住在这里的居民以交椅鸽子、花鸟重鱼等为生计,被人们称为鸽子巷。 历史四年,按照一街一规划,一户一设计的改造理念。 每条街,每户人家都各有特点,同时又有机的融合在一起。 传统民居、特色店铺、手工艺制品和传统民俗交相互应。 通过各项举措,和田团成景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。 更能让你惊奇,大宝脸夫的,是我们和田,最传统的工艺,手工制作的地毯。 你可能见过世界各地各种地毯,但请相信都没有和田的地毯让你这么喜欢。 第一眼望去,地毯上所有景物都是活的。 栩栩如生的画面,让你觉得生灵其境。 你一定会经不起灵想要去用手摸摸它。 丝滑的手感,触碰的瞬间就像有魔力,手都不想拿开。 核田地毯之文明,除了精湛的工艺之外,还和当地的核田羊有密切关系。 当地的半粗毛,核田羊毛,是支核田地毯的主要原料来源。 这种羊毛,富有弹性,具有耐拉、耐压和光泽豪等优点。 这为和田人之各种地毯,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 在往里走,你会见到这里独特风格的建筑,被称为团圈式建筑风格,不仅保护了历史传承,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,不仅有观赏旅游的价值,还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,解决了居民就业,促进了社会发展,已成为旅游必不可少的景点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